大家好,我是尚杰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荆州传统老菜 牛丝胡萝卜火锅 下面就是所需要的食材 牛苓一块600克 胡萝卜一根 尿头有姜末蒜末各少许 青花椒干辣椒结各少许 先将牛苓剔去筋膜 然后改刀横着纹路切3毫米间方的出湿 胡萝卜去皮 改刀切出湿备用 下一步将切好的牛苓用蚝油15克 老抽2克 先抓半生劲 再放入鸡蛋清半个抓均匀备用 这里牛肉丝不用泡水清洗的目的 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证牛肉的鲜味和牛肉本身的香味 下一步开始制作 起锅上火 将切好的胡萝卜丝入废水锅中焯水 下盐少许 炒至半层熟 将胡萝卜捞起入砂锅中垫底 处理好的牛肉丝 弄四五层油锅进行滑油 波散力出 这个过程只需5到6秒 赶紧牛肉丝变了 用起锅下菜籽油烧热 下姜末蒜末 花椒干辣椒结炒香 下豆瓣酱20克 麻辣酱30克 火锅顶料70克 煸炒出香 加入清水适量 大火烧开 下味精三克 鸡粉三克 盐少许 将汤汁熬煮一分钟左右出香 然后用小蜜肉打一下料渣 下牛肉丝煮30秒左右即可出锅 盛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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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好胡萝卜丝的砂锅中 最后用少许刷面段点击一下鸡层 这道菜的特点是麻辣鲜香 酱香浓郁 是一款地道的金厨串通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记得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哦